各位上师 各位同修 刚才就听了一个乌龟的故事 跟一个眉毛的故事 我们听了两个小故事 一是乌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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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觉得这个故事是非常好 而且非常正确的 大师觉得这两个故事 是非常好的指示 但是我讲 有两个不同的观念 我就稍微提一下 第一个呢 我认为乌龟是最没有火气 乌龟就是因为它能够长寿的原因 就是它没有火气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乌龟可以长时间长 它是一个细节的象征性 所以它没有什么怨 以前我到台中城隆庙 这个有一个放生池 看到那些乌龟 这个底下是最大的乌龟 这上面是中乌龟 再上面是小乌龟 它们排成一排 就跌了汗在那里 都是不动的 在那边休息 在那一刻 在台中 在台湾 他去一堆 在一堆 他在一堆 他看到很多猴子 在那里 在底下 有一个大大的猴子 在第二层 有一个小的猴子 在上面 有一个小的猴子 它们都在一起 像小的猴子 在那里 都在那里 我很少说听到这个乌龟跟乌龟 互相咬来咬去 两只乌龟都受伤 我只有听到这个乌龟在随同里面 要爬出来那一种声音 这个响得很厉害 听说这个乌龟也是很补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乌龟做能守气 他把他的全身的精神 都守在他的这个气里面 而且他不外露 也就是说 他的气平时不发出去 只是生长在他的身中 所以乌龟呢 他是很长寿 能够守气 他的气息是又长又慢 所以我们修道的人记得 就是有一个长寿的习 就叫龟习 so we notice that when a turtle breathes it always take it 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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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low and when we do our meditation being a cultivator we should learn from a turtle that way we have to take in slowly slowly and exhale slowly as well 而且呢 乌龟每一次碰到有人要打他 或者是有外面的人要侵略他 他就缩进去 and he can hide behind his shelf too when someone want to attack him he just hide it in his own shelf 所以当初这个老三上师 他讲这个故事 底下有小孩子骂他 他就心中佛起来 就要缩骂你们这些乌龟孩子 王八孩子 不过这个是鱼语啦 就是说 讲了这个 与这个故事 来比喻这个人 所以他就有这个故事 其实乌龟有人骂他 他只是把坨收缩而已啦 他不会说缓骂的 因为他本身他就是手气 他假如骂的话 他一定要开口 声音一定要大 那这样声音一大 他去就没有了 所以他平时他都是很 很有礼貌的 这个乌龟是很有礼貌 这是第一个观念 大家将来修道人 都要修道成乌龟就好 师征以前的第二个绰号 第一个绰号是老鼠 第二个绰号就是乌龟 第二个绰号就是乌龟 第一个绰号是老鼠 是小学时候人家讲我的 第二个绰号是乌龟 是那时候在翠良学校 当系长的时候 很没有胆量的时候 人家给我的 所以稍微替乌龟辩解一下 第二个观念呢 刚才讲到这个眉毛这个观念 我们作为一个人啊 出生的时候啊 大部分都是习惯地接受 好像你刚刚出生的时候 你看见父母的形象 母亲的形象 自己的形象 就很习惯地接受了这个形象 这个环境 例如呢 我们以前住在台湾 我们感觉到台湾很好的 一切环境啊 天气啊 一切都很适合我们 我们住的非常舒服 一到美国来的时候 首先也是不能适应的 这个西雅图天气那么冷 啊 这个 这个水也可以自己喝 不必煮 就喝下去头发都变成白的 啊 啊 四中的头发在美国摆起来 就是因为水土不服 啊 啊 這是一個習慣問題,但是我們現在在美國住久了,好像住個七年你都沒有回去。你突然間回去的話,你會不習慣於台灣目前的情形。 你會看到這個臭水鍋裡面有蚊子蒼蠅啊,水鍋都很那個,而且地上好像很髒,房子建得奇奇怪怪的,都是那個好像透天醋啊,這個看起來都不太一樣。 因為在台灣有很多建築物,而且天氣也不同了,就習慣,又一下子要調整回來,又調不回來。 剛剛以前我們在台灣的時候洗澡,就是水弄滿了,那個舀水出來沖涼的。 因為在台灣的時候,當他洗澡了,他要先放很多水,然後用一瓶子去洗澡。 那你到美國來,這樣一弄的話,這個地毯完蛋啦,而且那個熱水器裡面通通跑水進去。 那現在要回到這個台灣的時候,要洗澡,要找那個小花又找不到了。 這是一種習慣的問題。 那剛才那個故事講,這個眉毛長在這裡才好看。 很實在跟大家講,假如我們人類的眉毛生在這兩邊。 OK,身在裡面夾的兩邊,不是在上面,而是在這兩邊。 You think about that your eyebrows are here, on your cheeks. 每個人通通都一樣。 And everybody's like this. 都長在這裡。 OK,長在這裡就是鬍子嗎? 這裡也是鬍子對不對。 But this here would be the whisker, or the beard. 啊,就長在這邊。 But what about here? 長久了,你看久了,就漂亮了。 When everybody are like this, when you look at it for a long time, and you get used to it, then you find it's fine, nothing wrong with it. 啊,到時候你眉毛長在這裡啊,怪物。 啊,在非洲,有一種土人,他們是選擇嘴巴夜間的女孩子越漂亮。 就是像鳥形的那種嘴的女孩子,最漂亮。 There's a tribe in Africa. The ladies over there, if their mouths are flat, and pointed, and very big, and they're called the beautiful woman. 那他們的小孩子一出生,父母就趕快用兩個甲板把它夾去。 When a child was born, they used something to cut from their mouths to try to make a face in the trash. 然後意思就是讓他的嘴巴變成非常的尖,將來架得出去。 So he tried to beautify it, he tried to make it look flat and big and pointed. So in the future he can... 啊,這個...這個情形就跟我們以前中國古代那個蟬這個小腳一樣的。 小腳越小,就是越美越漂亮。 Just like in Qing dynasty, all the ladies have to use the rope to tie up their little feet. The smallest they get, the prettier they are. 啊,當初腳有人不纏小腳的。 像天竺啊,他們講說真的是天竺,那就是最低級的啦,或者是說這個很稠的。 啊,聽說以前這個蟬小腳,它還有用意的。 因為蟬小腳走路起來比較辛苦,而且扭來扭去說比較好看。 好,意思就是講說,複壞者會運動腰部啊。 腰就比較小,臀部就比較大。 所以中國人,他本身認為這樣子是好看的。 那在當時認為好看也是一種習慣的問題。 所以我認為,好像我們眉毛長在這裡, 根長在這裡,都是一種習慣美的問題。 那就是一種習慣美的問題。 你看看,如果你的眼睛會變成這樣,就像父母說的。 每個人都這樣做,你認為是正確的。 但當你做到這裡,你認為是正確的事情,你認為是正確的。 不過眉毛確實有一個好處啊。 啊,下雨的時候,這個雨水不會直接流到眼睛。 他先被這個眉毛給他,雨刷這個,耍到一邊去。 這個人啊,長成這一種形象,的確也有一種天作之和。 假如我們人的眼睛都跟那個鯊魚一樣,都是凸出來的。 十個有九個是蝦子。 因為我們每一次小孩子跌走路都要跌倒。 一跌,他眼睛都爆香。 我們喜歡逛逛。 如果我們的眼睛看起來像一隻鯊魚, 然後我們跌倒。 然後我們的眼睛會碰壞。 椅子出來是有道理。 眼睛下去也是有道理。 這是天作之和。 This is being a way of nature. If we look like this, it's natural. 不過眉毛長在哪裡? 啊,倒是一種習慣美的問題。 So, whether the eyebrow grow up here or there, it's just a matter of how you look upon it. 啊,這個上個禮拜,那個豆芽菜的地址啊。 啊。 豆芽菜的地址,他是這樣子講。 他說,師尊怎麼不講一講這個《征活經》呢? He asked Grand Master to talk about this true Buddha Sutra. 啊,就是我可以每個禮拜稍微講一點。 So, from now on, Grand Master will spend a little time every week to talk about this Sutra. 這個《征活經》啊,就是《征活經》。 This true Buddha Sutra is true Buddha Sutra. 啊,《征活經》就是真實的佛法, 其在四福經。 他本身的一個縮寫。 So, this true Buddha is the real Buddha trying to purify all our karma, all the bad things. 然後我們現在就講這個一個真的。 什麼是真? So, Grand Master talk about what is real, what is true? 啊,請...我現在請問大家一個問題。 Grand Master gonna ask us a question now. 什麼是真? What is real, what is true? 啊,大家都會講現在真就是真了。 其實在這個世界啊。 有真就有假。 When there is truth, there is false. 那麼,被承認的,被一個地方所承認的這個東西,就是真。 那不被承認的,就是假。 如果這個中跟假,請大家用腦筋想一想。 But let's think about the truth and the false. 東西跟假都是人定出來的。 Whether it's true or false, it's all dependent on us. 根本在這個世界上就沒有真假。 Actually, in this world, there is nothing called true and nothing called false. 啊,我們以這個世界上最貴的東西來講好了。 Let's take for example, let's talk about the most expensive things in this world. 啊,世界上最貴的東西,啊,其實也不是diamond啦。 不是diamond,不是黃金。 So in this world, actually, the most expensive thing is not what you think, not the diamond. 因為diamond還可以用錢可以買啊。 Because diamond, we can still use money to buy it. 所以,錢就是世界上最貴的東西。 Actually, money is the most expensive thing in the world. 那麼,現在好像美鈔、美金啦。 就是美國政府跟世界政府公認的一個鈔票。 那你自己去印了,自己去仿照了,那就不算了,那就是假的。 So if you're going to make it yourself, those are being the false ones. 但是美國所承認的這個鈔票,跟這個整個世界國家所承認的鈔票, 我們的阿彌陀佛承認不承認啊。 So you say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recognizes its own money, and also the whole world recognizes the United States currency.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e Bodhisattva? Do you think that he recognizes this American dollar? 相信你把錢拿來這裡供養,這個阿彌陀佛他也不用的。 西方極樂世界,他不用這個美鈔的。 Because in the western paradise, they don't use this kind of money. 所以,這個美鈔在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的眼中, 不過是一張紙印上的深綠色的東西,顏料而已。 So that the money in the United States dollars, in the western paradise, I spin to the Bodhisattva, looks like a piece of paper with pretty figures and colors on it. 所以你想用這個世界上最貴的錢去買, 往西方極樂世界的這個好像入門券,他都不賣的。 So you're trying to use the money to buy the ticket to go to the western paradise, You don't recognize it. 那師尊的這個真字阿,這個真,就代表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公認了所有佛菩薩,公認了。 所以公認了這一本金就是真佛金阿。 So this character on the sutra is that truth, being real, is recognized by the Bodhisattva in western paradise, and being the truth and that's why we call the true Buddha Sutra. 所有佛菩薩都承認這一本金,所有的羅漢、聖人, 所有宗佛宗的上師,還有宗佛宗的弟子都承認這一本金, 所以這一本金就是宗佛宗的宗佛金。 Being the recognition from the Buddha, from all of us, from the Master and everybody, of the recognition of this true Buddha Sutra. So it is the true Buddha Sutra. 什麼叫做金呢? Why do we call it the Sutra? 金就是一種道路就是金。 It's the path we call the Sutra. 你依照著這個真佛的道路往前走。 If you follow the true Buddha's path, 就是一個軌道,一個軌道。 So there's a way to go. 一個方向。 一個可以到達真佛地方的一條路,就是金。 A route or a way that can go to the true Buddha place. 那麽什麼叫做佛呢? Why do we call it Buddha? 那就是講說這個真正的捷物的道路。 這一本金名其實就是真正的一個捷物的道路, 就是真佛金的意思。 Buddha means to be aware, to know. So this Sutra means the true awaken, the aware route to go to the Western Paradise. 由於是真正的捷物的道路啊, 所以呢,又可以洗災,就是消除很多的災難。 又可以釋福啊,讀這一本金的人。 得到的福祭啊,就等於是天上掉下來的福一樣。 就是得到天福啊。 and we can also get all kinds of merits from that. and it's like the merits blessed by the true Buddha to us. 這一本就是真實佛法息災似伏經,簡稱就是真佛經。 so this being the true Buddha's trying to purify our karma and give us all the blessing Sutra. 那大家都知道這本金,在過去沒有,在以前,還沒有這本金以前沒有。 so we all know that before this, there's no such Sutra at all. 那現在才有。 it only happens now that we have. 而且是三四個月以前才有。 only about three or four months before we have this. 這個在三四個月以前,oh no,三四個月以後才有。 三四個月以前沒有的。 so the three or four months before we don't have this Sutra, but only now that we have this Sutra. 上面印著是 本真佛經是西方極樂世界, maha雙年池, 八百年花童子之化身, 連身佛國由自心流落的經典。 這會搞了半天,這份金是我寫的。 我實在有一點莫名其妙。 這個有自心流落是怎麼流落方法呢? how do you say that it's written by his heart? 難道是從心臟流出來了嗎? Do you think it's run up from his heart? 應該講起來,不是。 but actually not. 這個心啊,所謂智心,一般人的觀念啊,就是那個蹦恰蹦恰蹦恰那個心。 啊,不是在跳那個什麼bicycle啊, 或是跳那個基督法。 在蹦恰蹦恰是基督法。 這個人的心啊, 絕對不是指我們現在目前肉團啊, 組成那個蹦恰蹦恰那個心,不是的。 so the two hearts is different, bicycle one and the one we talk about is different. 那到底,你說智心,是自己的哪一個心呢? so when you talk about your own heart, so which heart you talk about? 你們會找不到心在哪裡? actually you cannot even find it. 有的人講說,哎呀,心啊,就在天心這裡。 actually some people say your heart is here. 心在這裡,那你的腳趾頭怎麼會動啊? and some people say that if your heart is there, how come your toes is moving? 啊,就是一般人在講的話就是說, 心就是指心臟,那現在不是心臟嘛, 那麼就是指天心。 那師真講又不在天心,那在哪裡? so actually we look for it for half a day, just don't know where the heart is. 啊,釋迦摩尼我講過,不在內,不在外。 so uh,siccumoni said that the heart is not within yourself, nor in the outside of you. 那到最後有一個地址,這個很,既然不在內,也不在外, 那一定在皮。 就是在中間啦,在中間。 其實也不在中間。 其實也不在內心。 釋迦摩尼佛指的心啊,就是講整個宇宙的意思包含你自己。 就是你裡面,外面,甚至於裡面,外面, 全部包容整個宇宙,自祂宙, 全部合起來,稱為心。 Actually the heart that sukkamani means is that the universe, including yourself, being with outside or inside whatever, is the whole universe that engulfed us. 所以這一句由自心流落的經典, 這個自心兩個日,就是代表了宇宙的意識, 跟你自己的意識,沒有分別。 So actually in this sutra is said from his own heart, actually this heart is represent or symbolize the universe, being combined or fused with the master's heart, so it's no difference. Actually it's from the universe. 那今天這個師尊在這裡講這個自心流落的經典, 就是表示這仍然是宇宙意識, 這個天心最大的心所流落出來的這一本經典。 Actually this sutra is also from the universe, in other words. 這個不是師尊寫的。 So it's not written by grandma. 也不是說我做了一個夢爬起來趕快就寫。 Certainly not he may have a dream and then he just woke up and try to write the sutra himself. 或者是想說,哎呀,留一本經典之作啊,萬事流芳。 Or try to make a sutra to remember himself. 將來坐在上面,聽底下的人讀這一本經就說, 這一本經是我的啊。 Yeah,不可以這樣。 有衣交啦,有靈感啦,就這樣子寫出來。 Actually this sutra is really from the universe, and it represents the wisdom of the universe. It's certainly not written by grandma's himself, not whether he has a certain feeling or a sudden response to do so. 啊,上面又講這個是大白蓮花童子之化身,連身佛佛。 So the first, the second phrase says, The big white lotus, Buddhisattva being the living Buddha, Find Master. 這個大白蓮花童子是法身。 就是等於是說,原來在西方級的世界, 它本身就有白蓮花童子。 So this white lotus, Buddhisattva actually is up in the western paradise. 至於這個本人只是它當中放出來這個一個小光, 或者是月亮掛在空中, 照在神明西, 那一個影在水中的一個月亮而已。 So grandma says, This is part of that white lotus, Buddhisattva from the western paradise. This is part of that little light that's shining here. 所以就講是它變化出來的一個身子。 So just talk about that. He is from the white lotus, Buddhisattva from the western paradise. 那西方級的世界, 那阿商人池, 因為已經講了很多大家都很熟啊, 就是未來的老家。 Future of home being the western paradise and the double lotus pond. 我們這個不但要回娘家, 還要回老家。 So we don't even have to come here. We have our final destination to go home. That home is being the double lotus pond in western paradise. 對於這一本經文啊, 能夠深切體會, 而且能夠得到開悟的, 一定可以回到 Maha雙年池西方極樂世界。 So if you know this sutra by heart, Noah back and forth, and you can go back to the western paradise the double lotus pond. 好,我們這個禮拜就講到這裡。 我們阿倫非美好。 to believe we can. hewemia ifang web be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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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